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六早在泰國曼谷出席第二節 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他到場時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握手 李家超在會上說 香港在一國兩制原則下促進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 正是積極尋求儘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為亞太自由貿易區議程增添動力 他又與其他經濟體的領導人通過生物循環綠色經濟萬高目標 推動亞太區包容和可持續增長 李家超會後去到萬谷機場寬送習近平 李家超又與越南國家主席阮春福會面 向他表示歡迎越南企業來香港發展 李家超晚上與香港商務代表團和泰國商界領袖共進晚餐 他致辭時說 香港會積極與其他經濟體合作發展經濟 並將全力協助泰國商界尋求在香港和內地發展的機遇 李家超認真的 倫敬 李家超越來臨 李家超越來臨 李家超島 李家超知